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填坑 就是已经有几位小伙伴留言想学Taylor Swift Enchanted 所以我们就把这首歌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先来看第一段吧 这首歌整体还是比较简单的 语速啊节奏都很友好 主要就还是连读还有一些单词的局部发音吧 我们来看一下先 听一下原唱 第一次听的时候大家注意捕捉 这首歌的节奏 就是这种节奏 以及每句歌里面的众音 还有连读 OK,我们开始了 好,第一段还是很简单的对不对 好,然后呢 节奏很好把握 然后呢第二个就重音 有没有发现它的重音都在每句话的后面 对不对,它都是一个结尾上扬的感觉 好,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连读 连读就很好找的啊 Their I,对吧 Their I was again tonight Was again, was the, the, was again Tonight Forcing, forcing laughter, faking spots 居然跑掉了 第二句没有什么连读哈 Same old tired, lonely place Same old,对吧 Same old Their I was again, same old 好,这是第三个 连读搞定了 然后这四个呢 吞音 吞音 什么叫吞音呢 我来举个例子 然后待会儿大家来自己找一下哈 Their I was again tonight 这个第一个吞音就出现了 这个tonight 结果的T就很弱很弱 Their I was again tonight Forcing laughter, faking smiles Same old, tired, lonely place 好,那我想告诉大家 这一页里面啊 有三个吞音 第一个吞音我已经帮大家找到 就tonight 结果的T很弱 还剩下两个吞音 大家能不能尝试找一下 我们 因为这是第一个练习 所以我们就来回放一下 大家来找一下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就不讲这么细致了 大家应该可以 就是掌握到找吞音的规律了 Their I was again tonight Forcing laughter, faking smiles Same old, tired, lonely place 找到了吗 首先说一下为什么 tonight结果的T被吞掉了 因为它下一个单词的开头是 是一个辅音 所以呢 就是两个辅音 就是这样 手尾相连的话呢 第一个辅音很容易被吞掉的 因为尤其是在唱歌 还有日常口语中 没有那么正式的场合里面 就是为了省力嘛 它就不会 不会把这个音发出来 或者是 很小很小的戏份 很轻轻点水就过去了 Their I was again tonight Forcing laughter, faking smiles Same old, tired, lonely place 那么剩下的两个头音 找到了吗 在最后一句话 我们再来听一遍哦 After faking smiles Same old, tired, long Same old, tired, long 对不对 它不是 Same old, tired, lonely place 对不对 所以这个old和tired 结尾的d都被吞掉了 然后same old 因为它们是首尾 都是原因 有没有发现 所以它直接连读了 Same old, same old Same old, tired, lonely place Same old, tired, lonely place See 好 那这是第一段 我们讲得很细之后 从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 找节奏 然后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找 这个 重点 就是它的整个的走势 你看这首歌很搞笑 就是 就是 低开高走 它的结尾都是上扬 There I was again tonight Forcing laughter, faking smiles Same old, tired, lonely place 对不对 这种歌的走势 这是第二点 就重点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联读 There I 就是 Same old Was again 就这种 首尾都是辅音 原因 或者原因 原因相连的 这个叫联读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吞音 吞音的话 基本上就是 首尾都是辅音的话 就比较容易被吞掉 比如说 这个 There I was again tonight for sing Tonight和forcing 对吧 结尾的T和开头的F 这个T就被吞掉了 然后还有后面的old tired 结尾的D 都被下一个单词的开头 给吞掉了 好 这就是四个方面啊 所以 唱整首英文歌 也基本上就从 这四个方面来搞定 就 已经可以搞得 很 很好 很细致了 好 我们就带着这四个方向 来看下一段 好 那这一段的话 我们先来慢速的 把它唱一遍 然后大家注意捕捉 它的联读 还有吞音 因为节奏 整首歌都是 登登登登登登 对吧 登登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登 节奏 整首歌的基调都 把握住了 然后 就是那种重点 就是 低开高走 也是整首歌的 一个基调 所以这两个 大的方向呢 后面就把握 一带而过就好了 后面的话 我们主要是攻破 细节部分的联读 还有吞音 好 大家就主要关注 这一段里面的联读 还有吞音 Wars of in sincerity Shifting eyes in vacancy vanished when I saw your face 好 连读的话就是 was of 对吧 然后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也可以连读 Fing sincerity Sincerity Fing sincerity 但是呢 这个地方 Taylor Swift 他没有把它连起来 这个就是歌手 个人的一个处理 偏好 有的时候 他就想要强调这个 insencerity 所以呢 他这个地方 他就断开 他相当于是 重新换一口气 专门来读这个单词 所以如果他要强调这个单词 他就不会把它 跟前面的单词连读了 这个就是一种 就个人喜好吧 或者是特殊场景 大家不用纠结 唱歌嘛 开心最重要 Wars of insencerity Shifting eyes Vacancy Shifting eyes 三连 对不对 Shifting eyes Shifting eyes Vacancy 那有一个吞音找到了吗 吞音找到了吗 Shifting eyes Vacancy 这个end 结果的d 是被吞掉了 对吧 Vanished when I saw your face When I 连一下 然后 saw your 稍微连一下吧 带一下 好 我们再来听一下原唱 然后大家再来巩固一下 巩固一下 特别是连读和这个吞音部分 Wars of insencerity Shifting eyes And vacancy Vanished when I saw your face 好 然后下一页这个 我们再来听一下原唱 还是捕捉一下连读和吞音 这次大家应该会 很熟练了吧 对吧 All I can say is it was Enchanting to meet you 好 All I can say is it was All I 连一下对吧 Can say is it was Say is it was Enchanting to meet you 这个地方它没有读成meet you 它是meet you 因为它想要强调you 因为我很想要见到你 对吧 这个you很重要 所以它就没有把它连起来 你想嘛 什么情况下才会连呢 一般都是这种 就是无足轻重 对吧 戏份很少 不重要 我们才把它连起来嘛 一代而过 那如果这个you很重要 那你就不会连了 对不对 你要给它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戏份 所以它就不连读 大概就这么理解吧 会好理解一些 All I can say is it was Enchanting to meet you 好 那这个结尾的t呢 就会比较弱 比较弱 要不然听起来就怪怪的 meet you meet you meet you 再来听一遍 然后大家可以跟着唱一下 对不对 to meet you to meet you 好 下一段 好 这一段 我特别喜欢 有个单词 叫silhouette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过 红后乐队的 有首歌叫 波西米亚狂想曲 你们有一段歌剧 然后你们有一个单词 就叫silhouette 反正我印象超级深 因为这个单词一看就知道是 从法国 伯来品 法语起源的一个单词 它这个单词特别浪漫 给大家看一下截图 silhouette是什么呢 就是剪影 或者是逆光 有一段时间就是 就是读大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找这种逆光的 图当头像 就觉得逆光特别美 然后才知道 原来这种逆光 在英文里面叫silhouette 逆光剪影 是不是一下就很有画面感 对吧 然后回到歌曲 Your eyes whispered have we met 还是同样的 Your eyes 一般来说是可以连读的 但是它这个地方还是没有连 Your eyes whispered have we met 就have we met 可以连一下 我们见过吗 然后 cross the room your silhouette starts to make its way to me 后面还是比较简单 主要就是这个单词 看起来比较奇怪 是因为它来自于法语 所以 但是这个词真的很美 非常美 大家体会一下 它不仅发音很美 很有美感 它这个单词本身也很有美感 很有画面感 silhouette silhouette 好 然后顺便讲一下whisper 就是轻声低语 就是你的眼睛好像在 就在悄悄地说 我们见过吧 我们见过吗 我们见过吧 就是这种有点小浪漫啊 好 再看下一句 好 the playful conversation starts counter all your quick remarks like passing notes in secrecy 这个 好奇怪 连读哈 notes in secrecy 这个是secrecy 不是secrecy 是secrecy 就是 就是悄悄地传指条 就是这首歌真的写得很好啊 很好 非常有 很有共鸣感 很有共鸣感 都是大家学生时代干过的事啊 好 让我们就来 这一段真的是 翻译上没什么好说的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 contro your quick remarks like like 它画在前面一段啊 contro your quick remarks like passing notes in secrecy 好 and it was enchanting to meet you and it was 对吧 and it 连一下 and it was enchanting to meet you 这个meet you 跟前面出一样 对不对 t被吞掉了 好 all I can say is if I was enchanted to meet you all I 连一下 然后 enchanted to meet you enchanted to meet you 这个enchanted 结尾的D也是被吞掉了 有没有感觉到 然后 嗯 对 然后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英语老师 拿这一段来 跟大家讲这个 ed结尾和ing结尾 的单词 比如说 interesting和 interested 这个地方就是 enchanting和 enchanted 有没有发现 就是人做主语的时候 一般是人感到 怎么怎么样 那就是一例结尾 的形容词 然后如果是 什么东西 让你感到 就是一个 一个课题 让你这个主题 感到 怎么怎么样 那就是ing结尾 这个就是 这个歌词也蛮妙的哈 稍微 简单的带一下 嗯 好 我们再往后看 这个地方 节奏就变跨了一点 this night is sparkling don't you let it go 连读还是比较简单 this night is sparkling don't you let it go 这个let it go 对吧 don't you c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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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you let it go I'm understruck blushing all the way home 这个blushing 它是 嗯 被放到了前面一个 然后和后面的分开 I'm understruck blushing all the way home 啊 好 然后 连读没什么 吞音的话 也没什么 就这样跟着节奏练就可以了 然后再听下一动 好 I'll spend forever wondering if you knew I was enchanted to meet you 对吧 这歌词写得真好 好放慢啊 嗯 然后从发音的角度来讲 我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就if you knew 这个you很快被带过去了 对不对 我们再来听一下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难点吧 if you knew wondering if you knew 这个if you哈 连得很快 if you knew 然后wondering wondering 这个单词怎么把它发的比较有范儿呢 就是把它拆开 wondering 不要读成wondering 是wondering wo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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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快的话 因为你在慢读的时候 你有把d和r都发出来 所以呢 你把它读快的时候 它两个单词也都发出来了 就会显得很饱满 很有内容 很丰富 就会听起来更加有范儿 所以的话 像这种长的单词 怎么听起来有范儿呢 就是不要投懒 你就把它慢速的每一个 每一个尤其是福音和原因 都要把它发出来 然后再快速的话 这样的话 就会有内容 就会听起来是 准确的 饱满的 I'll spend forever wo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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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快一点 wo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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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样读快一点的话 你也是一个词都不落下的 所以就会听起来很饱满 像这种细节的话 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稍微懂一点的人 一听就知道 你的发音水平 或者是功底怎么样 就是从这些细节听出来的 if you knew I was enchanted to meet you 好 那这就是第一节的讲解 讲得比较细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讲 是不是太啰嗦了一点 还是希望怎么样调整 可以留言告诉我 也可以发弹幕 我特别喜欢看大家发弹幕和评论 然后 对 然后你们的 一键三连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